近日有网传消息称 美国一州拟立法将买卖囚犯器官合法化 然而这个说法是有错误的 马赛诸塞州的两位民主党众议员 朱迪斯·加西亚和卡洛斯·刚萨雷斯 共同提出了一项新法案 囚犯可以自愿选择 以捐献器官或骨髓的方式换取减刑 如果该提案通过 那么监狱将允许符合条件的犯人 获得不少于60天 不多于365天的减刑 问题是这项提案的争议很大 是否会通过还没有定数 首先它可能违反美国的联邦法律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美国联邦法律禁止出售人体器官 或以有价值的代价来获取人体器官 那么监狱和司法体系 用犯人的自由来换取器官 是否违反联邦法律呢 自由能不能在法律上被定义为 有价值的代价呢 另外更大的问题是 许多监狱是私人监狱 并不是美国政府控制的 而是私人公司控制 他们是否有权经受器官捐献 这项提案面临重重问题 美国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州 使用类似的法律 2007年南卡罗兰纳州 也推出了相似的提案 但最终只是为囚犯建立了一个 自愿的组织和器官捐献项目 并没有以减刑作为条件 如今美国监狱中的犯人 如果要捐献器官 受体只能是直系亲属 美国也不允许 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来进行捐献 提案的发起者朱迪斯加西亚表示 提案真正的是健康不平等问题 源于对黑色和棕色人种不公正的监禁 和过度执法的恶性循环 黑人和西班牙裔面临的健康风险更高 可能需要器官捐献 而其实性的监禁率 排除了很多可能的捐献者 导致非裔美国人的等候名单 比白人更长 也就是说 提案的发起者认为 非裔和西班牙裔被关进监狱的概率更高 监狱里这些少数族裔太多了 导致监狱外的少数族裔 等待器官匹配的队伍排得很长 这种逻辑比较奇怪 根据非盈利组织捐献生命的网站信息 族裔区别不是匹配供体和兽体的条件之一 白人给其他族裔捐献器官 只要配型合适 都是可以捐献的 不存在 只能是非裔对非裔 或西班牙裔对西班牙裔 不过 如果供体和兽体的遗传背景密切匹配 兽体长期存活的机会可能会增加 但美国目前面临的情况 恐怕是供源不足 排队人太多 在马赛诸萨州有超过4600人在排队等待器官移植 在美国有近10.6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可见美国面临的问题首先是数量 器官捐献得分个轻重缓急 肯定是优先提高供源数量 就更多的危重症患者 然后再考虑患者能不能通过匹配族裔的方式多活几年 从这个角度看 马赛诸萨州的这项提案 更像是以族裔正义为掩护而增加供源而已 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法律道德与人权中心的主任 乔治安纳斯表示 这么做不道德 而且违反联邦法律 他还说你不能购买器官 这应该可以终止讨论了 而另外一位提案的发起者 卡洛斯·刚萨雷斯则为提案辩护称 这是一个自愿项目 减刑不是交换条件 总的来说 美国的马赛诸萨州并没有在字面意义上 试图将买卖器官合法化 事实是两名议员提出了以减刑激励囚犯自愿捐献器官的法案 目前提案尚未通过 而且面临的法律道德问题还有很多 争议非常大 也有批评者认为 换取减刑相当于是一种买卖器官 这不能接受 有点减刑 没错 感谢观看